什么?鸿海也要进军欧洲? 谁能跟着吃香喝辣呢? 相关供应链当然有机会受惠 但半导体能不能成为鸿海营收的一大主轴 相关资讯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告诉你喔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主持人庆恩 我们今天邀请到高硕亨分析师大亨老师你好 庆恩你好 我是高硕亨分析师大亨 台股大怒省今日开盘总算是上涨了 那除此之外其实也有鸿海是迎来好消息喔 听说他准备到欧洲设厂 老师那有没有谁也可以跟着吃香喝辣呢? 一定有供应链相关个股都可以吃香喝辣喔 那今天特别提供一下鸿海最近开始发展 他们的半导体布局之后 有哪些方面是他们开始发展的呢? 首先我们先看到第一个是封装测试 也就是鸿海他们一开始切入的 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鸿海就在中国积极布局封装测试了 他已经收购了日月光 那时候日月光要退出中国市场的时候 卖了四座封测厂 其实鸿海就直接接手了 他透过旗下子公司跟一些其他的 中国的半导体一些公司去做合作 去抢下了日月光原本要出售的封测厂 那这次做封设厂分别位于香港、威海、上海以及昆山喔 那2024年的时候鸿海发现 他们的封装测试好像已经有渐渐发展成熟的状况 就开始说要寻找新的合作对象 2024年年初就开始宣布要跟印度科技公司 HCL的集团就有合作要再映入建立半导体的封设厂 再加上2024又增资了青岛的新核心科技 青岛新核心科技其实也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件封设厂 所以未来的话他们就计划将这些技术研发 已经研发到一个成熟阶段之后 开始转往欧洲去做设厂 再加上他们近期也说他们要切入细光子共同封状喔 对 再第二个晶片设计的部分 鸿海在天狱他有转头之间的天狱天狱的话 在台股的代号是4961 那后来他也有自己创立一个红金科技 这个是卫上市公司 之后也跟国具集团合作设立了国创半导体 他们都是着重在晶片设计这一块 这个是晶片制造 因为你有封装设计有设计之后 你自己能够制造晶片才有办法获利 最后制造晶片部分 他跟旺宏买下了6寸的晶圆厂 在2021年的时候就买了 在南科 所以他们买下6寸经验厂之后 2020年他们刚刚的新闻也宣布说 他们要在第三代半导体已经正式在布局中 像是碳化家、生化家等等这些半导体的材料 他们都已经正在布局中 那未来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在他们看到鸿海在半导体占有一席之地呢 所以这次鸿海特别说的设厂就要在欧洲设厂 是因为之前台积电是不是也说在欧洲设厂 对他们在德国设厂 可是其实台积电在德国设厂是为了车用电子嘛 那其实鸿海这次也是以车用电子为主 那他们也有讲喔 如果不可能只搞晶片没有封测 所以他们特别要在欧洲设立封测厂 其实依照前面鸿海他们跟其他之前封测的状况 他们应该也是跟当地的厂商去做合作 才会去设立的啦 那目前在中国山东喔 他们原本跟信息有没有 我刚讲的青岛新核心科技合作的封测厂 布局小晶片封装目前进展也都不错 所以有没有机会把这个技术转移到欧洲 在欧洲有办法发展 这是现在很重要的观察重点喔 可是其实大家看到鸿海的走势 其实鸿海股价目前还是偏弱的 有没有他表现也是弱于大牌 主要就是因为他在iPhone的业务代工上 在硬度的发展没有很顺利喔 其实大家就是沿着月线操作即可 在月线之下的时候可以稍微布局 但在月线之上的时候 可能就不要太过积极去做强劲追高的状况 可以观察一下 其实鸿海股价偏弱 从他的财报也可以略见一二 第一个就是毛利率 他其实没有见到显著的提升 分别6.66是去年第三季的 是6.66 去年第四季6.12 今年第一季6.32 今年第二季6.42 其实大家看到就是还是在一个低档做徘徊嘛 再加上EPS的部分 去年第二季的EPS2.38 今年第二季EPS也才2.53 其实成长也没有算很多 也就表示说他在半导体的布局 还没有展现在他的营收上 所以大家对于鸿海半导体布局 是不是真的有成果会有点疑惑 对没错 所以在鸿海在半导体布局能不能有成果 大家就要观察到后续的营收以及财报状况 是不是有显著的提升 有没有显著的贡献 那这个月今天也就是今天晚上下午的时候 鸿海要公布什么?8月营收 所以8月营收的状况 大家一定要仔细观察喔 最后我特别提供一张表格 就是封装设备的供应链给大家 分别有3583的星云 618系的万润 3131的红硕 6640的军华 5443的军豪 以及2467的智胜 那下面三档分别是G2C加联盟 其实这档G2C加也是市场之前很热的话题 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这个表格我会放在哪里呢? 会放在老师的Light 8还有Teregram里面喔 如果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直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加入我们Light 8以及Teregram 或是搜寻小老鼠968BYUVD 搜寻YouTube高手亮牌 都可以观看马上的节目喔 没有错 那我们谢谢高苏恒老师的分析 别忘了要订阅老师的YouTube 还有最终老师的Light 8跟Teregram喔 财经及时通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 拜拜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哈 按赞订阅留言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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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